我们继续进行演讲 接下来上场和大家分享的是 深圳与硕工业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伟先长 我们分享的主题是 用智能技术助理养老产业 谢谢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们大家推荐的主题是 用智能技术助理养老产业 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一次吧 我们是深圳与硕工业设计公司 我们有一支以青蛙大学为背景的能够设计团队 那我们的专业学科呢 涵盖了半导体、敞感器、硅基电、电子工程、工业设计 以及系统集成、互相处理、数学算法、项目管理等很多的学科 公司是2002年成立了 15年来一直已经致力于工业设计这种 学科为龙头 以市场调查研究为基础 以多技术产业融合为手段 以规模化的生产为依托的 以极共具有异用性、差异性、竞争性和趋势性为产品 为诉求的 公司这几年的 因为养老产业的兴起 我们呢 根据这十几年的训练 主要把技术的方向合理于健康的监测 大数据的管理 以及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技术开发应用 通过产业融合模式创新的方式 为养老产业提供 智能化、体系化的养老健康产品和服务 作者都知 养老产业的中心内容是服务 那么提供全方位高品质的服务 是养老产业未来必然的发展方向 那我们公司呢 也致力于为养老产业提供智能化的健康服务产品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一个 以智能技术为手段 构建三位一体的养老健康管理服务体系 所谓三位一体 这就是三个部分 那首先 第一部分就是 物联网居家健康服务机器人 其次呢 还有大健康 大数据健康管理的云品台 再有的就是 刚才我们 张家界的 小丁湾主席介绍了 我们共同合作打造的 专家界智能允居移养基地 好 先介绍一下三位一体的 那个 物联网居家健康服务机器人 那说起机器人 那功能准备很多了 那在这里头呢 我主要想讲 两个比较突出的 与这个健康服务相关联的功能 其中第一个 叫智能感知 我们打造的第一款机器人 选择了 比较可爱的这个 发现的一个形象 所以智能感知呢 是用了很多的传感器的技术 对一些跟健康相关的一些 数据的采集 当然 我们练的这些呢 只是一部分 其实我们的机器人可以 采集跟健康相关的 200多项的数据 那这些数据 主要分为五大类的现状数据 一类是空气类 比如说P25的检测 这个二氧发展的含量 以及空气的温度 湿度 紫外线 背景的噪音 以及这个有害气体 第二类呢 就是身体的 生理指标的体验 比如说 血糖 血压 血红蛋白 血氧保护度 这类的 第三类呢 就是 跟心理健康相关 比如说 老年人的这个喜怒哀乐 就是可以通过 对表情的识别 他一些生理指标 能够判断出来 第四类呢 就是食品的健康 食品的健康 检测呢 我们通过生理检测的一些指标来判的 比如说 你体内是否有 农药残留 尼古丁 酒精 以及 激进铃量的过渡沉积 第五类呢 就是一些行为的健康 比如说 包括对老人的 喜剧 日常的行为 做一些长期的监测 当然这些建策 首先要通通了一个 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 首先要 无闯 无痛 最好无感 还要做到快速 连续 实施 这是第一部分 这个是能感知的部分 这也是提及人的一个基本功能 一个数据采集的一个 基础 第二个我提及人 最大的特点 跟健康相关的 实际上是一个交流平台 因为大家刚才很多的领导 专家都讲大 老年 雅老里头 除了身体健康 更重要的是 心理健康活动 那心理健康 如何去克服 至少其中之一的方法 就是 人要参与 交流 那我们的机器人呢 有两部分 除了可以提供人机交流的部分 还可以提供通过云平台的建设 让老年人在家里 通过自己的机器人 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应用的机器人 让老年人同时可以互动 交流 以满足这种 群体交互的一个心理的一个 解决方法 那三位一体的第二部分呢 我们是建立一个大数据的健康 管理的云平台 这个云平台呢 也有很多的功能 我这里只是重点介绍了两个 一个呢 这个云平台的机器人是 是过来性 我们为什么叫物联网机器人 实际上我们机器人的本体 只是最大的功能 是数据的采集 而真正它的大的 是来源于云端的 大数据的积累 云计算 以及人工智能的开发 那这个开发 机器人本身就是双效互动 随着数据的积累 分析 以及深度学习的能力 反过来对机器人产生的升级 和成长 让机器人赋予的更加适合化的功能 那云平台我们达到了第二个 比较重要的功能就是 它可以作为一个管理警台 实现第三方的机构进行对接 比如说我们现在养老想求健康 但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云平台 跟一些做分级医疗机构 社区服务机构 以及专业的保健康务机构 进行对接 另外呢 我们的云平台还可以组建 这种在线的老人社区 各种专业的活动的社区 实现老人在家 通过云平台通过计算机 就进行在线互动 另外我们的云平台还可以通过 机器人可以跟自己的子女 可以跟你的专业副理员 形成一对一的 点对零的互动 那第三部分就是我们三位 在建设中的医养基地 像人也说了 我们的模式的创新在于 要全身的规模 全民的餐饮 然后我们对接的是城市 各种养老机构 这是个俯视图 我们有七大健康的空气环境 健康的饮食环境 健康的食衣的居住环境 还有就是粘略这些地区 方圆百股里之内 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 大家在这家住上几个月 每天可以半日游 一日游 有自然风景的 有历史楼的话的 还有云间地区的 再加上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的制度化的健康管理体系 那我们的健康管理体系 能够监制到人的不健康的状态 可以给他很多的建议 最终能够解决 还是要经常去我们的 移养基地做一些调整 能够呼吸到新鲜空气 这个是在北京现在享受不大的 最后提前我们的愿意 我们希望以这种协作创新共赢的理念 和大家携手 从技术到服务 从现上到现下 从城市到乡村 从虚家到基地 以体系化的健康管理为核心 打造一个智能健康一眼的产业练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刘董 我才知道 书八店是刘董那儿生产出来的 书八店被媳妇加了媳妇去看住 这么有难 我能在书八店 肯定要把媳妇给背跑 好 那么再次掌声感谢刘董的精彩介绍 谢谢刘董 好 那么接下来有请香港亚洲 乐国健康文化产业协会女士长 艾琳娜女士 上台和大家分享 爱老年服务业服务质量的灵魂 好 有请艾琳娜 好 再回来一场 好 那我们先继续往下进行 那么接下来有请汉唐华盛养老产业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明先生 上台和大家分享 旅居改变生活方式 有请徐总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别看这 党的 再说我也不是李会长 各位亲爱的 一个是战友们 各位李会长 大家下午好 谢谢 我觉得我首先应该感谢李会长 李会长年龄比我妈还要大一点 我妈五十一岁 没有 是吧 你比我妈更年轻 你比我妈更年轻 所以我应该感谢这次租会 能让我来讲我们这个 杨总这一块 我今天来呢 说实话 我是代表北京市一万个 一万多老人家的心愿来的 我从来没参与过这样的国度 也没见过过程 刚才前面有很多这个领导 说这个多数个音的 多数个笑的呢 说实话 我没见过 但是呢 我愿意来 为什么来呢 过去 很多人也参见过 说让我让来 说这个 什么样的国度 什么论坛 我从来不去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 做养老的 这种做养老的 是实实在在做养老的人 做养老服务的人 来做的养老 不是什么专家或者学者 昨天晚上 我跟我们组部队的一个小姑娘 我问她 我说 我再确定一下 明天咱们有个活动 到底是做什么 她说做养老 我觉得 能到这来 今天我能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氛围 我首先 我特别敢 我给大家祝个公导 我谢谢大家 谢谢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 大家都选择做养老 你们感受挺大的 你能选择做养老 我觉得你们不是凡人 因为养老这个产业 不是谁想能干就能干的 因为你首先要有耐心 能够让老人真真正正的了解你 谢谢你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我刚刚跟你说 我说 好多的社会上 我们不愿担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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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行 我们一打一千万 直接合同就完了 是吧 这个其实无所谓 为什么呢 因为能够给老人解决问题的方式 才是真正的 解决老人的这个养老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 我们公司要开看的到华盛 做这个公司好几年了 三年前 我们在奇尝 旅居养老 养养养养老的时候 我们找过丹童业 找过政府的领导 完了以后 包括政府的部分的一些光源 人家说这个 我没干过这个旅居养老 你要做养老院 你要做养老院 你也要做就是一个养老院 你要做这个养生服务 这就是做养生服务 我说那怎么办 我说你先干一下去吧 后来呢 我们这三些时间 过去说实话 钱什么 钱人什么都没有 到今天为止 我自己花了 将近三个亿 建了两个养老院 有很多人可能说 三年时间 你能花好几个亿 建一个养老院 两个养老院 为什么 我给大家讲 像我刚刚刚说的 能不能了解老人 老人的需求是什么 刚才有一个 传练节的流道 说他们的老百姓 三百块钱 来来很多 我给大家讲一个 现在中国的老人 是谁的状况 你免费给他 一车水谱 你白给他 都有两种生意 一种生意是什么呢 骗子 为什么跟我爸 这么坏的水谱 还有生意是什么呢 骗子 你有什么企图 中国到今天为止 缺的是什么呢 是真正中国的人 人之间的信任危机 老人家不是以为 说年龄大的 糊涂的不是 过两天 还有个网上说 现在中国老人 是不是过去的老人 现在老人变坏了 还是过去的坏 是变老了 我觉得不是 是以为老人家 这过多年 风风雨雨 经浪的事情多了 他明白了这个人人之间的交往 但是不明白今天这个社会 因为今天这个社会 人人之间根本的这个关系 什么关系呢 就是信任的关系 没有了 说实话 今天大家也能有这个外国的流导 我不知道能不能听我说话 我说几个字 叫什么呢 孝气忠气 礼仪廉 人感和平 那么 谢谢 这个孝气忠气 礼仪廉 是中国的八德 到今天为止传出了 四千多年 孝气忠气 是中国的思维 过去一句古话叫什么 叫思维不章 第一件效果 那么这个守孝气 为什么第一次叫孝道呢 由于中国五千年传出为流 然后传到今天 是因为有剩下交友 什么剩下交友呢 孝道的传唱 那么现在的今天呢 可是来了很多人 我刚才特别愿意往后看 为什么往后看 我说我还没讲的 怎么都走了 但是我没想到这个 全快的 我看我那个上面是 五点十分钟 现在还不到五点钟 我说谢谢谢谢你 我怕我的观想 大家都走了 大家都走了 但是我就觉得 如果说再次的各位 今天你选择养了 你先问问你自己 你自己的父母 咱们自己的父母 怎么养了 有没有找到活的方法 或者养了的方式 我相信大家可能有点质疑 或者说突然间要反思一下 我想说一个是我们公司的一个事 我们在养老院 第一个养老院下个月八号开业 还没有开业 去年我们公司送走了四位老人 那么我自己跟老人的这个关系还不错 这个老人家去世之后 我半夜三点钟到我们北京市公交的这个闭门 我去了以后 他在安宁里面去 我到了这个以后 我自己把那个鲜花摆好 完了以后老人家这个尸体在半边上咋的 我给把衣服穿好了 把这个脸部所有的东西弄好了以后 我自己躺在这个老人家躺在那个 那个立法里的床上 我试着是舒服不舒服 结果我正在躺在他的安宁里面 完了以后一看我吓他一跳 完了以后我感觉一下 完了以后我们这个总监在后面坐着说 哥你你吓得吧 你别给咋了 我都害怕 我说其实你怎么不怕 这个老人家从整个的敌义服务到目的 所有的服务我全都参与了 全部送死了 过了没有几天 我车祸给梦见这个老人家 老人家冲我饿 完了以后我起伏我做的时候 我说大白夜千万别说 我说我跟你说 为什么因为老人家在那边 目的才很好 他要告诉我 说实话 我们有这样的故事很多 呃 有老人跟我写信 跟我讲 说那个我叫崔明 陕西延安人 陕北的 他说徐总 那个我八十多岁了 我是大学教授 我觉得我能认识你 是我此生最大的荣幸 如果有一天我走了 我是因为认识你 哎 韩秀就全 这个 所以说就因为这个 我们才选择做养老 这三年时间 我们发展的非常非常快 说实话非常快 呃 我们现在在做这个 养老的这个养老院 呃 可能在座的各位都是 说卖东西的 卖东西的 不是卖这个卖那个的 我给大家讲 今天可能在这个会场 唯独我是来买东西的 为什么要买东西呢 因为我除了做养老之外 我还要做老年的 另外一个 老年的消费计划 呃 养老院 说实话 不挣钱 我们图了两个东西 我昨天给李维组了 我说把我献进去了 我一直把餐链 收入手术的 我从十二岁出来 我尿了两年 从一个起开到今天 我说特别不容易 但是 我今天选择做养老的 我觉得特别特别直 直在哪呢 我能跟老人家打交道 我能把德行 坚持到我自己的工作里面 把中国传统孝道传议下去 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同性 真的 所以我愿意把这个事情 变下来 那么今天我要给大家 说的就是 我们自己在那里 李继阳了 那么 为什么要讲李继阳了呢 刚才就给大家讲的 这个老人到底需求什么 你要想那些东西 你今天在座的所有都是卖过去的 那么你想卖什么 老人也有两种 一种是老年服务 一种是老年消费 其实老年消费也是一种老年服务 那么这个服务 是不是切换老百姓的 能够让老百姓认识到 这个对他有作用 或者我愿意给你呢 我来讲 我们公司的老人 早上起来大下雪的 早上起来七年后 币着几百万的先机 到我们公司里面 坐在公司里面 等着我们下午三年后 就为了给我送钱 而且我们还可以给我送钱 我觉得在座的 各位里面的公司 有一个现象 我觉得可能没有 那么老人要币什么 说实话 几百万 几十万的先机 第一个公司里面来 因为信任他院里面 因为什么 我们解决了他的问题 是后期 养老问题 过去我们讨历 这样做一个养老院 我是从卖保健品起家的 真正一个做回销的 做保健品的 这个 在我那眼 叫商业奇才 但是我为什么 保健品那么多的力量 我不做了 我现在反过来做养老 就是因为 我希望老人家 在这里有一个 比较好的老人生活 所以我们开创了 这个 旅居养老 那么 这个旅养老 可能大家都知道 不就是 旅游度假收线吗 不就是 全国各地 地的养老吗 很简单 其实这个事情 大家现在都能干 都能做 特别特别简单 但是大家不认了一点 那么你这个老人 第一天你出去玩的时候 他满满满开心 我还在做这个 是时候 包括就是韩国的 今天就是韩国的 我们是时候韩国了 结果韩国的以后 到韩国的以后 老人家去了 我们输出了几千个老人 到他去了以后 回到老人家 找我去 他说 徐总 你是个王八蛋 我说为什么 我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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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他不是 去了以后 没去玩 全买东西 他说 我们不想买东西 我们就想通过你这个 想要脱开 感受一下老年服务 给我们老年的旅游 所以这个 这对我来讲 包括我们的 国内的旅历也是一样的 其实这个 不是人才问问 是这个旅行者 这个黑心 黑心上下的问题 所以我今天我想 顾与大家 如果做企业 一定要做一个 有得性的企业 好不好 好 真的 因为 重庆是第一位的 你无论做任何企业 重庆是第一位的 你没有重庆 没有得性 什么都走不了 这是全力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 旅递案 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实验 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的 这都把人要想出去 必须让他舒服 怎么打到舒服的 呃 刚才下面有一个 向天台 他在给我做一个 简单的采访 采访完之后 他跟我讲一个 他说 再打报表 我想跟我妈 跟我爸 跟我妈 报个表 我说 我们在北京 嗯 我们现在做的是 中国第一家 时报时销制的 老年专属旅游 什么叫 时报时销制 那么我们 每次出庆的时候 大家如果想去呢 例如说 刚刚涨到韩国 我想去韩国 那么这一次的话 我们再去的时候 跟那边联系 好了 想做四星期 五星期的旅店 但是我们今天把旅店来吃饭 把吃住所有的原油 把菜品也告诉老人家 这个咱们这次住在什么旅店 吃着什么什么样的食品 包括我们去哪个酒区 告诉你 这个应该花多少钱 我时报时销告诉你 在这个技术上 我加一点点的服务费 你不多 一天就十块钱 愿意不愿意 非常愿意 老人家特别特别愿意 干这样的事情 因为他 花的明明白白的 而且我们每次出庆回来以后 大家都非常高兴 非常满意 为什么 因为这个线路是老人家自己选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服务上 加入我们自己的一个世老的服务 就是我们全程的代理护士 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全程推托 他在全国各地甚至出国的旅游的时候 不觉得自己跟这旅游社去的 而且我们的费用也会降低 怎么降低呢 现在老年人年龄大的去旅游社 他得加钱呀 得找导游呀 我们自己的理由是 不用找导游 不用导游费呀 这种旅游社的这种消费 我们没有 而且老人家的酒区是爆发的钱 那么我们把所有钱给他省下来干什么 让他住的吃的 那么老人家可能一辈子没住过五星际酒店 但是去了以后 吃了特别好的饭 住在五星际酒店里 我给大家讲 回来以后 他会给他自己的爱情讲 这一趟出庆太好了 太说服了 把一辈子没玩的东西都玩了 把自己没想到那么享受的 这是真正的 适老的老年生活 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老年旅游 地方也可以告诉我 咱们就去堆积了 我愿意带着我们这些老人家 让他们享受真正的晚年生活 你不是给他养老 是给他提供一种养老生活方式 养老生活的高品质的 养老生活方式 好不好 那么另外一个是我们自己的消费 特别简单 我们也做的是互联网 但是我们的互联网跟别人不一样 我们是什么样的互联网呢 现在我们前两天刚去的 参加了一个活动 关于德国的工业4.0模式 也就是新的互联网家 全智能化 私人有知识 那么我们自己在北京的养老院 全部是智能化 像流通机器人的那种形式 全智能化的我们在三亚可以控制 北京的养老院的关窗户 电视这个浇花呀养鱼 我们全部都能实现 包括我们的防跌倒 防足丢 所有的全部智能化 我们都能做 包括我们的建议 二十九千四栋炉 我们都建议了 我们已经建议了加拿大 新的集中建议技术 我们的所有的热水 全部是新风 跟那个空气源 全部是新型的 这种集中材料 这种智能化 但是他也有私人地有知识 刚才为什么我跟徐总 我说你要销售好 咱俩喝了 我也打一千万 我给大家讲 过去我不知道大家 这个销量怎么样 你可能一年 我们知道在北京做保健品的 一年的销量 应该是在一千箱到两千箱之间 那么他就有 就可能这个公司做得很好 我给大家讲 那么我们公司现在 在做这个平台 现在已经做完了 马上就能上线 这两千正在前期 我们已经让顾客选产品 我们试了一下 过去一个公司 一年才能做一千箱的 我们现在一次定够五千箱 多长时间 这个时间都解决了五天 因为我五天的时间 解决了别人 一年的所有的销量 我把所有的这个环节 全去掉了 那么你的产品 达到一个什么程度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刘会长 你想买我们一个厂 去买销售 那么许总会给你 直接从厂家 送到你的家里面 那么这个 这个箱子上 打上你的名字 叫刘会长专属 这叫什么 叫私人一定知识 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我是从保健品起家的 保健品这个行业里面 很好 健康产业也非常好 今天秦晓明会长也讲了 健康产业非常非常好 但是鱼龙本杂 假货太多了 这个老人家对一个新制度 已经到了极点了 那么我们要打破过去的僵局 让老人知道 我们所有的产品 是真货 从厂家 直接到你手里的货 让你放心的货 行不行 这是我一个 我们做的论 就是完全私人论识 是这样的东西 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模式 就是互联网家 旅行养老的 这个模式 特别特别简单 有机会的话 大家有好产品 我们可以聊 在我的网站上 非常非常快的 就给你能买完 但是呢 咱们得先聊聊 价格 这跟产品质量 你产品质量不好 我肯定不要 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是什么 就是我先想给大家 最后想分享一个事情 就是什么呢 我先告诉我 我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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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我先想 儿子质量的事 是什么